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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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事情这么严重 堵塞的这么严重 医生说五六支装上去也没有用了 我们就非常的难过 想说小小的一个手术怎么变成这么大的一个刀 而且医生说如果没有马上开刀的话 他马上有生命危险 不装就没命了啦 就马上开刀了 所以我们都连考虑都没考虑 我们也没有说不要再考虑 能不能不要太刀 很多事情都没有考虑 来不及考虑 来不及忧虑 来不及伤心 就跟着医生的步调一步一步的走 其实因为有主耶稣的关系 如果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崩溃了 但是因为有主耶稣的平安在我的心里 所以我相信主耶稣要医治弘治 要不然就不会留命到现在 主耶稣还用体检这个方式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没有措手不及 感谢主 那祝愿医师也说 做过这个手术以后 就像鬼门关走了一趟 叫我们放心 因为医生的医术非常的好 主耶稣曾经说过 他要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抢救出来 他叫我们放心 他的复活已经得胜了 开到的这一天 洪志下午1点半的时候被推进手术室 那预计是要开到半夜12点 那这一天刚好晚上有祷告会 那牧师师母就带领全教会弟兄姐妹 同心合一的为洪志手术平安顺利祷告 结果在教会那边9点半祷告结束 在医院这边9点半手术大门就打开了 医生也出来告诉我们 洪志的心血管钙化了 真的很不好接 但是他都已经处理好了 感谢赞美主 这手术过程平安顺利 是超乎所求所想 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 所以我们就一心一意的来寻求 祈求这位主耶稣蒙祂喜悦 在这边我也希望各位 因为你们一定会碰到很多起起落落 在你们求助无望的时候 您要记得跟主耶稣祷告 希望祂带领你走向平安的路上 请不吝点赞美主